今天晚上是平安夜 大家熟朋友知道 我对这么节日什么的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碰上了 你就祝大家今天晚上玩的开心 玩每人路数不同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比如说有些人他玩的是人 玩的是性 玩的是人的身体 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人玩人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今天刚看完一篇 就是澎湃新闻发的一个记者调查 看了之后有一些感触 你看最早咱们听见 比如说某个明星说嫖娼 逮着之后说发现他嫖的那是谁 说他嫖的是个变性人 或者说是个中性人 或者是个这样的一个人 听了之后我们吃惊 我们觉得可笑 甚至觉得有点奇怪 就说找什么人不好找 怎么找 一找找这个 一找找这个 这就算是倒霉 还是幸运 我前段时间还讲过一个 中央台报过的 就是我公安机关英明神武 破获了一个外围女的一个集团 抓了这个封闻 是外围女圈中老大孙静雅 一万两万的都有吧 全部不固定 这个是靠经纪人订个商量的 这是一名人 当年海天盛宴 人就宴名远播了 听说干一回一万五 这是个价钱还挺贵 而且自己本身就当经理人 就是都串起来了 好 当时央视的节目 发了孙静雅的身份信息 不知道您没有注意 他性别这一栏里 他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 原来孙静雅也是个TS 什么叫TS呢 就是英文的跨性别者的 一个英文缩写 就是说生理上是男的吧 但是他从小觉得自己是个女的 不当女的 这真是过不下去这趟人生 以至于有的人就做变性手术 这方面咱们知道 人中龙凤 那可以算金星姐姐 人家那是混的好的 有才情的 但是像金星这样的万中无一 有几个在咱们这种社会环境下 真的能够靠着就是说 咱们就说的靠着体面的手段 能够说成功 很少见到 那么我不是说同情孙静雅 我是说从澎湃的这篇调查里边 才让我解答了我一个疑问 就是刚才我提的这个疑问 原来孙静雅他代表的是一个族群 这种族群 要用政治正确的词来叫的话 就叫什么 跨性别女性工作者 你看 孙静雅是三年前 2012年 他去泰国做的性别重建 就做这个手术 之前他叫罗月 罗先生 带着他去的是一位孙小姐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根据前后文 我猜测 孙小姐应该是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那么他带着孙静雅做了手术之后 孙静雅对他还特好 孙静雅就是说把他当姐姐 所以我改名 我就女儿生了吗 换个名字 连姓都用了他的姓 姓孙 他原本的姓罗 他姓孙 然后静雅呢 恰恰就是这个孙小姐帮他起的 希望他静一点 雅一点 这孙小姐呢 希望他呢 做完了这个手术 好好读书 那个走一个有出息的道 但是呢 孙静雅走的道 让这个孙小姐啊 有点失望 他就发现孙静雅干什么去了呢 变成美女 这以后啊 蹭一下 就去了这个网络视频女主播 就2013年的那个时候 有些网站呢 搞的这这这种两三个美女 在一间房里 这个你这个用户啊 你要登记啊 注册呀 什么的 你才能够进这个房间 当然是网上网上互动啊 而且呢 咱就知道他可以送礼物 这些礼物啊 就就打赏的这个这个这个价值人民币的这个钱呢 少的几块钱 多的几百万 那孙静雅开头就干这个 干这个呢 这个 有人说啊 说孙静雅曾经就收这个这个用户里头啊 隐藏着一些土豪 这些土豪啊 都是这个心理大主意的 说听说孙静雅曾经干这个一天就收30万 一天收过30万 当时跟他同一房间的这个一个也做这个一个女孩 哎 跟记者就说 说是这个有的时候一个土豪 你比如一天 框期就打赏 就给我送礼物啊 给我送50万元的礼物 另一个土豪就跟他拼呢 跟他争呢 另个鲁豪送100万 鲁豪土豪送100万 然后那女孩就说 说你要真收了 这100万的这个礼物的话 那你恐怕不发生点什么 总是说不过去的吧 啊 至少你表面上也得谈谈男女感情啊 谈谈男女朋友 这么来发展呢 而且他就说啊 我跟孙静雅后来越走越远 那意思就划清界限啊 说孙静雅从此就走上这种拿男人钱的这种不归路 后来这个这种网站的国家整顿了 整顿了孙静雅呢 就就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呢 他就走上外围女之路 然后你看咱们平常就是说 有一些人 他就瞧不上这个呃 卖淫女的理由 就是说哎 因为家里穷啊 哎 因为什么什么的这个父母生病了 哎 我就去卖淫 有的人呢 就站在这个道德高地 有的人就谴责 就是说哎 这个呢 不对啊 你这穷难道就是你啊 堕落的这个理由吗 哎 这是有些人 但是呢 孙静雅他们这些人呢 有一些更加特殊的这个处境 你比方说啊 好多这种呃 男的变女的 就TS啊 就这个这个 呃 所谓跨性别女啊 你看他 往往啊 都是很小的年纪啊 十几岁就离家出走了 跟家里闹的是重判亲离 你家父母亲就说你怎么要当女的 这边 当然我在这说一下啊 这TS啊 男跨女 女跨男都有 甚至于有可能女跨男的呀 还可能还多于男跨女 但为什么咱们见到的好像都是说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呢 就是往往啊 咱们这个社会 哎 这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分析啊 就是这么说 说咱们这社会对于一个女孩就穿这个男性的服装啊 或者做中性的打扮 或者有点假小子啊 一般好像还是呃 比较相对宽容 但是呢 这种男跨女男的变女的 似乎啊 引来的这个注意啊 这个这个更多 反正甭管他分析的对不对 就是说啊 很多这个这种呃TS啊 他跟他家里人已经闹翻了 而且呢 他们啊就表现出啊 对钱特别大的渴望 因为呢 你看啊 他要是做了变性手术之后啊 有一个女孩就讲了 我也不知道叫男孩还是女孩 他说你看 我这个身份证上还是男 那我要改呢 就要到医院做体检 但是有些医院不给你做这种体检 那么要改呢 也得回到原那个户籍地啊 去改 但是有些小地方的这个办事机构啊 根本就排斥你这种人 所以呢 他们也懒得 根本也就不去改 那你这样的一个人去找工作 照他们很多人的说法就是 这个正经工作 不会接纳我们这样的人 而他们又特别渴望钱 他们花的钱呢 可能比比比一般女孩都多 因为啊 他们生怕给人家认出来像是那个男的 所以啊 就更加刻意的美容 整容 一般都要整就整啊 整的好看一点 穿这个女人的这个衣服 所以说啊 这个化妆费啊 这个美容费啊 整容费啊 服装费啊 就他的这个生活用度啊 这方面甚至还超过一般女孩 好 这是一个 所以说是像这个这个孙静雅 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就说我们这样的人 哎 在做手术以前啊 拼命的挣钱 甚至不惜卖淫 是为了什么了 为了凑够钱做手术 那做手术之后 为什么还卖呢 那做手术之后 那就是为了挣钱了 发现这玩意真是能挣快钱 而我们这种人 你让我们别的 你让我们干什么 因为往往从小离家出走 很多人他失学 没有文化 没有文凭 没有任何的这个技能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通常咱们这社会 这种歧视性的称呼 就是什么二椅子 或者这种 那他根本就很难在这个所谓的正常社会里立足 或者说是这个敢于让人们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你像这个我听到一个比例很吃惊 有这个调查 就是说这种变了性的 从事这个性产业的性服务业的这个比例 据说这篇报道里我就谈到 不是这个国家二级咨询师提供的一个数字谈到 就是在燕尼 81% 在马来西亚 有84%这样的人设这个性行业 你可说明什么 为什么这么大的比例 你看泰国咱们也很熟悉 这种人好像他一个甚至有人就说出来这样的话 就是说客观上讲去干这个是他们仅剩下的 不多的一个选择之一 很主要的一个选择就走这条道 所以你这么回过头来想 这样的一个群体 他们占的比例是多少 我也看到一个数字 说在亚洲千分之三 一千个人里有三个 那么这些个另类 这些个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这个人 你说他们如何能在我们的社会里 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 因为所谓的正常 用我们理解的正常定义的话 他们就是不正常 当然今天咱们所谓文明社会 政治正确的来讲 对这样一些人应该理解 应该关注 应该帮助 起码不能歧视 可是咱们嘴上都说的 不要歧视 不要歧视 可是这些人 他们每天每日 他们的工作生活 咱们又如何能够想象呢 因此我看了这篇报道之后 我的体会是 谁都不义 谁都不义 所以一声Merry Christmas 给每一个男人和女人 或者是男人 但是以为自己是女人 是女人 但是以为自己是男人 所有所有的每一个人 我都向你们说 Merry Christm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